同学好,我们看到101学测选点1 在边长为13的正三角形ABC上各边分别取一点PQR 使得APQR形成一个平行四边形 平行四边形APQR的面积是20√3 求线段PR的长度为何 因为APQR是平行四边形 AR会平行PQAP会平行RQ 所以三角形PBQ与三角形RQC也都是正三角形 我们如果假设AP是X 那么PB是13-X就会等于PQ也会等于AR 所以我们AR就是13-X 再利用三角形面积公式 APR的三角形面积是2分之1的X 乘13-X再乘上sine的夹角 60度等于平行四边形面积的一半 所以是10√3 sine60度带入2分之√3之后 划减整理可以得到X平方-13X加40等于0 因四分解后得到S-5乘X-8等于0 所以X等于5或8 图形看起来AP比较短AR比较长 所以说X我们带5 由余权定理我们可以得到呢 PR的长度平方等于5平方加8平方 减掉两倍的5乘8乘上cos的夹角60度 cos60度我们带入1分之2 运算一下就可以得到PR长度平方等于49 所以题目所求PR的长度等于7